不過我們再來關注這個國際的焦點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呢 這個共和黨的川普 他現在的民調 還是高於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這讓歐洲的領袖 真的是有點嚴正已待 他們很緊張 因為我們要請教唐老師 因為川普在日前講了這一番話 他說如果俄羅斯攻擊歐洲盟國的話 他會鼓勵 他會鼓勵 而且他不會出兵去保護歐洲 所以大家就擔心 目前看起來川普民調比拜登高 如果他真的再度入主白宮的話 會不會接下來這個北約跟美國 以後會分道揚鑣呢 有個前提 意思是說他認為 如果普丁有這個想法 要攻擊北約的話呢 要攻擊誰呢 是攻擊那一些 他們沒有把他們的這個 國防預算 提升到他們的GDP 2%的這些國家 那這些國家有多少呢 他31個會員國 裡頭大概一半以上 都還沒有達標 一半以上都沒有 這個在川普上一任的時候 他就已經提出來了 他就很K這些國家 他說你們是占我們美國人的便宜 因為以往都是主要是美國 他的這個負擔整個 這個北約的這個開銷呢 他是最大宗的 那所以呢 那些國家呢 都已經習慣了 反正你美國在幫忙我嘛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所以說很多國家呢 他們就沒有想要積極的增加 他們的國防預算 結果呢 川普一看這個帳 他不高興了 他說你們占我們的便宜 那所以說 他就想用這種方法 來刺激 來強迫這些國家呢 你必須要把你的國防預算 提高到你的GDP的2% 所以他說他是鼓勵俄羅斯去攻擊這些欠款的北約成員國 他是用鼓勵 他是用encourage這個字 那這裡面就顯示出什麼樣的這個意義呢 第一個 他好像他跟普丁的關係是不錯的 他說俄羅斯那個普丁 你要打就打這些 那所以說這個就看得出來說 他跟一般的這個美國總統 這個差別還是很大很大的 那這些北約成員國 他會不會開始會緊張的 開始去靠攏中國呢 這就是另外一個選項了 就是說他可能一方面 他要趕快積極的能夠達標2% 那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當然他會認為說 你這個美國現在有點靠不住了 那靠不住怎麼辦 那當然了 那有些國家呢 他們就有另外的想法 匈牙利啊 1999年加入北約 2004年加入歐盟 可是加入以後 他這個匈牙利政府 始終覺得 他們在歐盟的這個機制底下 為盟其力 先受其害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這個匈牙利 他本身的競爭力比較差 而你一加入歐盟了以後 你邊境開放 所以說使他很多的 年輕的精英分子 全跑到國外去了 跑到國外去了 當然他覺得說我在國內 我的薪資太低了嘛 對 所以他跑到國外去 當然這個不只是匈牙利的現象 匈牙利現象是蠻嚴重的 就影響到他的很多產業的發展 因為他人才流失掉了 那你年輕人跑掉了以後 那留下來的都是勞弱殘兵 那勞弱殘兵的思想就比較保守 所以說才會使得這個 匈牙利的現在的這個總理 叫爾班 他就經常的跟歐盟 甚至跟北約 跟美國作對 可是他跟誰友好呢 譬如說跟俄羅斯 跟普丁友好 跟北京友好 那他完全是跟一般的 歐盟跟北約的國家的作為 做法是不一樣 完全相反的 對 所以說這個讓人家就感覺到 說這個歐盟好像是有一些 要自立救濟 然後另外另求生路 所以說這個情況剛好 現在在慕尼黑的安全會議上面 那王毅那就開始了 他會覺得說 這個剛好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讓他可以拉攏一些 這些歐盟的 以及北約的這些國家 那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想說不能講關係 我想博弈可能更緊 更貼切一點 就他們兩大國的這種競爭 我想說這個還是有一個漫長的路 為什麼呢 就是說因為美國一直擔心 中方會影響到他世界的霸權 那這個東西 當然美國是無法容忍的 因為美國曾經是打老二的 意思就是說 打的第二大國的這個經驗 是非常豐富的 從英國 英國開始 然後蘇聯 然後日本 然後德國 全部被美國打下去 所以說他現在碰到了這個挑戰了 他會覺得說這個是非常嚴峻的 所以這個東西 可能這個過程還會有延長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現在美方又覺得說 你中國有些公司 你跟俄羅斯做生意做得很大 那又給他了很多這個 當然不是直接的這個軍事用品 可是呢 跟軍事是有關聯的 所以要展開制裁 他開始要制裁了 他不但要制 他當然制裁這個俄羅斯 現在又制裁俄羅斯也要加碼 就是因為那個 他那個諾巴尼 他的死亡 所以說他要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 同時要更進一步的 也來開始對中國的這個制裁 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說這個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當然 第一個 你制裁是兩面刃的 你制裁到對方 你也要殺到自己 對 也會傷害到自己 傷害到自己 而且人家也可能反制裁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呢 就是 你制裁這兩大國 你去看看那個地圖 一攤開來看 俄羅斯不得了 那個橫跨歐亞兩大叔 那中國也是很大 好了 你制裁這兩大國 你剛好把他們送做堆 那這樣子是你要看到的嗎 要俄羅斯跟中國越走越近 當然越走越近 對不對 以前的基辛吉就講了 他說我們現在的政策 確實是有點問題 我們應該是聯俄制中 那現在有點反過來了 那現在這俄羅斯 可能是更討厭 所以說他們可能還是 要拉攏一下中國 那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整個至終的這個 大的博弈格局當中 他偶爾他還會 想要拉攏一下 也就是說走兩步 退一步 他還是走了一步 那所以說這個整個格局 現在我想變化多端